我們先來關心的是 今天的台股 今天台股 我們可以說是 真的是嗨到最高點 已經一舉突破了 12682的天險 一度碰觸了12686 今天兩座神山 聯發科跟台積電 要怎麼操作 這個熱錢派對 投資人嗨到殺不住 來看這則報導 見證歷史的一刻 台股市值最大的台積電 罕見漲停 也帶動台股氣勢如虹 最高12686 正式突破30年前的12682 刷新歷史新高 中廠上漲284點 收在一萬2588點 60幾 那個時候70幾 賣掉了幾 剩下剩的小少了不多 已經錯過那買的時機了 外資看到500塊 真的嗎 那可以考慮 外資樂觀看待 台股27日刷新三大亮點 包括台積電一開盤 就飆上漲停 市值在一天之內 暴增近兆元 本土晶圓代工二哥聯電盤中 也攻上漲停 股價來到21.7元 創下十三年新高 而IC設計大廠聯發科 也不遑多讓上漲 百分之七點八五 首度超越鴻海 登上市值第二大企業寶座 後市可能還是要來看 美國的一個超級財報 州的一個表現 股市的一個熱錢效應 大家都會選一些大型的一個 自由股 台積電市值突破十一兆台幣 渴望擠進全球前十大企業 包括蘋果 微軟 亞馬遜等公司 台積電距離十強中間只卡了 美國醫療保健產品製造商嬌生 如果台積電今天能夠呢 帶動其他的中小型股 也同步展開一波這個強勁的漲勢的話 再持續的往下創新高 這個是機會是非常高的 台股創新高 但是主要貢獻還是來自台積電 因為27日上漲的有150家 下跌的加速卻高達763家 貴買指數甚至下跌1.06% 台股創新高 但對於手上沒有台積電的小股民來說 恐怕還是比較無感 東森財經新聞 李萌珊 劉子騰 台北報導 好 我們就來看到今天的台股 阿水趕快來告訴我們 突破了12682 今天多4點12686 哇 人家吃米粉人都在化修 接下來台股 怎麼來看今天的兩座神山 台積電跟聯發科 那都很貴 投資人今天就等著你告訴我們 接下來怎麼操作 續報嗎 還是該買誰 我記得上禮拜三有跟各位講 那時候節氣是大暑 大暑到立秋之前 這15天會是氣候最熱的 果不其然 台北市的一個39.7度 台灣股市124年來的氣溫新高 台灣股市今天出現了 也是這一個歷史新高 12686突破了 也就是79年的2月12號 已經正式突破了 接下來要怎麼走 其實以今天的一個所謂 台股的一個創新高 大漲的一個300多點 各位不要太高興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台積電是拉漲停 如果扣掉台積電的一個權重的話 今天其實是下跌42點 所以今天包括投信跟自行商 都是站在賣方 外資圈只買了76億 而且都是手中 剛剛俊項哥講的一個台積電 跟聯發科 所以說短線上整體來說的話 整體的一個走勢 還是要配合國際股市 是不是有出現所謂的一個震盪 所以也不要一昧的一個 太過於熱情 好 阿Sir今天給我們畫出兩個重點 今天台股就看兩座護國神山 一座是台積電 一座聯發科 我們先講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上個星期 阿Sir我想大概就五天前 你已經跟我們說 已經上看到420 今天砰 五天就到了 那接下來台積電你看多少 它有辦法出現五字頭嗎 好的 那正好上禮拜三 跟各位講了幾項的一個條件 目前都已經有滿足了 首先就是高盛看到了414到440 這也是我個人認為比較合理的 今天來到了一個漲停424 而且在於看不好的台積電的一個 外資券商有沒有認錯 有 今天這個消息包括麥格里跟野村都認錯了 343調到530 野村是375調到450 所以說短線上來說的話 到底台積電今天這樣的一個 跳空的一個向上 是江湖危險快點跑呢 還是還要勇於買進 其實我們一般的一個操盤者 都有一個不成文的一個 內定的一個心法 也就是說我們買這種大型股的話 我們都希望是超跌的時候才進去 也就是說像台積電 我們都期望向下的一個 三次跳空缺口 或者是跌停板的時候 我們才買台積電 換句話說 如果是向上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三次的一個 向上跳空缺口去賣台積電 以及漲停板去賣台積電 阿神你今天台積電你去報嗎 原來台積電 我今天把它全部賣掉了 阿神全部賣掉 我找你來這裡發修 你把它全部賣掉 他這樣才叫客觀的分析 你說他這樣才叫客觀的分析 不能一味的叫大家買進是不是 對啊 他是報憂不報喜 你全部賣掉 你這個心法不能保留了 好你教材 我有問這塊 不然大家聽到我們用單位在說 明天就搶進去 因為所有的外資的券商 現在調高都沒有壓日期 我上禮拜三跟大家講的 結果不到 調高沒有壓運期 對 不到三四個交易日 馬上就飆出來 這一個所謂的目標價 所以說其實以整個市場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來做一個探討 像英特爾的一個事情 目前都只是消息面的一個利多 並不是說台積電已經賺到 英特爾的一個訂單的一個錢 所以說我認為整體來說的話 整個的一個後市的一個台積電 可能投資朋友要稍微留意 看看後面的一個消息面 是怎麼樣做進一步的一個落實 今天我們談的不是 你該續報還是要搶進 他告訴我們是修行 你要慘定 等一下 你今天把它全賣了 那人家明明看到五百五 你怎麼不續報呢 所以我們要感謝這一些 有為的一個外資 讓我們能夠撿便宜 又讓我們能夠高出 讓他去接手 所以說這才是真正的操盤手法 所以我可不可以下這個結論 觀眾朋友 如果你今天手上有貨 你還繼續續報的人 明天想辦法 你可能要開始有一些調節 如果你是空手的人 你要練禪定 不要人云亦云搶著進去 你看連阿瑟今天都已經賣到沒了 好 那你告訴我們 今天台積電其實他的利多的消息 是不斷的 那你告訴我們那是虛的 為什麼呢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也就是說台積電 在上禮拜ADR大漲的將近10% 到底為什麼 因為Intel開始認錯了 那認錯的話 大家認為台積電是最大的一個贏家 因為Intel說了 它的一個7奈米的製程 出現了一個瑕疵 所以說他認為後面要推遲6個月 其實以整體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半導體的一個產業院來說的話 有研發機構跟所謂的一個製造機構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的7奈米 如果Intel是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承認的話 它的一個良率已經比預定的一個日期 落後了一個12個月 也就是說整個的一個Intel 它的一個7奈米大概要2022年 才能夠來做一個什麼 一個正式的一個推出 換句話說目前市場上所有的法人認為Intel 起碼落後AMD跟台積電一個世代 所以說我個人是覺得說CPU 大家要了解 大家是比了這個電晶體的一個效能 Intel絕對能夠研發能力 絕對能夠贏AMD 甚至於說並駕齊去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在於Intel它是一條融資的 所以它的製造電晶體的能力 一定是輸這個台積電 換句話說整個AMD會脫胎換骨的原因 也是因為它找上台積電來做一個7奈米 跟7奈米Plus的代工 它才去吃掉 慢慢的吃掉Intel的一個所謂的試占率 所以我們之前可以知道AMD 其實它也是格羅芳德的一個大股東 格羅芳德自己做不好了 他接下來他來找三星來做一個代工 三星可能也有一點打中臉充胖子 它的7奈米的良率也跟不上台積電 所以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其實整體來說的話 我們後面可能要稍微的一個留意 剛剛包括我講的一個AMD 它在近期來說的話 它的一個試占率已經提升到21.89% 所以說Intel在近期來說的話 它也呼呼 它也怎麼辦 所以它只能找台積電 把未來的一個訂單下放 但是台積電 各位 這就要講故事了 台積電不見得要接單 台積電之前有跟整個Intel合作過 就是2009年 各位 2009年這個Oltem的一個處理器 它已經跟Intel合作過 但是合作不愉快 而且這個Oltem的一個處理器 還算是中低階的 並不是高階的 所以目前市場法人也在認為 Intel如果找台積電的一個代工CPU的話 GPU就不說了 繪圖晶片就不說 CPU的話可能會落在2022年會比較合理 因為台積電可能還是要尊重這個 目前第三大客戶AMD的一個意願 好 阿Sir今天跟我們講到台積電 來開這個場 台積電今天還有一個話題 就是他買雙保險 第一個 他希望能夠去疏通美國 同意他繼續跟華為做生意 去接海思的單 這條路行得通我們就一切如常 如果不行 台積電第二個保險 他可以繞個彎 去透過了聯發科 透過了高通 繼續間接的去賺華為的錢 但問題是這兩個保險一出去之後 今天立刻就激勵了聯發科的股價 聯發科未來要怎麼操作呢 沒錯 聯發科今天也是 另一座的護國神山 目前溫度太高 爬任何一座山都會中暑 但是唯獨爬台積電 爬聯發科 你是不會中暑的 又有錢賺 可是很貴 但是安全 而且還能夠力滾力 當然聯發科以目前來說的話 已經在今天創下了18年的新高 超越了鴻海市值 目前是站在第二 它的一個所謂歷史高點 是在91年的4月2號 也就是783塊 短線上聯發科有什麼強項 因為它的一個天機系列 已經橫掃整個市場 它的一個第一季 它在大陸的一個手機晶片出貨的 一個市占率已經高達61% 而且今天也傳出來 明年的第二季 華為會來採用聯發科的一個天機2000 是一個高階的一個晶片 這個手機的一個AP 所以說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個人認為 這一些外資系統的目標價 參考參考就好 但是實質上聯發科它的營收 尤其這個營收已經是歷史第三高 實實在在法人看的就是 你會不會賺錢 如果你真的是整個的一個月增 又是年增的話 以雙增的一個營收來說的話 其實聯發科的一個後市 我認為比台積電應該有 補掌性的一個效用比較大一點 買這支比較安全 應該是 好 那現在 觀眾朋友就看到 這裡一張42萬 這裡一張72萬 那都貴鬆鬆 所以怎麼樣有沒有 在這個兩座神山背後的 有一些嘴邊肉我們可以挑 等一下阿Sir會給大家一個概念 真正先底牌 他說有續集 他要來告訴大家 今天盤上的看點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的 當然就是黃金 黃金今天收盤最新 漲到每樣子1897美元 這樣的情況之下 距離2000其實很近的 已經是歷史新高 還要更高了 就激勵今天的黃金概念股 就是那些回收回來 萃取黃金的這一些股票 這些股票能買嗎 怎麼操作 我記得上禮拜二講的時候 黃金還低於1800 今天黃金已經來到了 1940塊美金 那黃金近期的一個大的一個飆漲 到底是不是實質的一個需求面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說 因為錢太多了 而且包括美股目前在盤整 所以說在整個的一個美元走軟 資金要需要一個避風港 大家都轉進這個黃金 那再者的話就是在整個的一個 我上次特別強調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 所以說我記得那一集的話 俊香哥有講 那報金融股有什麼用對不對 我認為應該換來黃金 買黃金最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這整個的一個黃金的一個 期貨進多單 目前是創新高的一個35.3萬口 但是花期來說的話3到5月 這個才剩下60塊美金 花期竟然只講 這個黃金3到5月衝破2000塊美元 只剩下30%而已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以外資機構為什麼會這樣看 我們查了一下 因為真正黃金的一個大買家 都是各國的一個央行 而目前這個俄羅斯購買 竟然也出現了一個年減60% 包括各國央行 增持黃金的一個不積極 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一個認為 黃金近期的一個首強只有因為 地緣政治的一個避險的一個效用而已 所以說短線上整體的一個黃金的 一個總體的一個經濟面了解之後 我們來看看這個其實在整個的一個 台灣也有一些黃金的一個概念股 能不能夠補漲 其實我也幫各位做了一下功課 因為包括這個加隆 包括這個金義鼎 其實他們的一個業績 都是展望平平而已 所以說很明顯的跟 這個近期的一個黃金的一個 股價往上衝 它出現的一個所謂的一個相反的一個走勢 它反而在盤跌 所以說我個人是覺得說 如果你認為黃金在漲的話 你又不想買黃金 你想要買黃金的一個概念股 可能你要稍微留意 因為法人還是看實底的一個營收 才會轉為實質的一個買盤 所以說短線上 不要這麼的一個太過樂觀 好 最後阿瑟剛才我有預告 你說台積電 你說聯發科 那都貴鬆鬆 有時候我們看來的化修 買都買不下去 投資人怎麼辦 好的 其實這一波真正把台灣推到 這個歷史高點12686的是樂前 對不對 樂前既然一來 總不可能說今天創新高 明天震盪之後 後天就不再創新高 因為今天禮拜一 所以真正法人看的是哪裡 因為現在已經是第三季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找到的是 第三季營收有沒有能夠持續 能夠創新高的一個個股 專家都告訴我們高檔量大 收黑趕快跑不巧 就是今天的最好寫照 該跑嗎 來看下面這則報導 眼睛盯著電視牆或是不斷敲鍵盤 台股已經連續第二天 創下歷史新高 台股最近到底有多熱呢 28日在台積電再度漲停的領軍之下 攻破了一萬三千點大關 雖然股民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不過臉上的表情卻十分冷靜 原來就是因為台股近期創高 漲幅貢獻大都來自晶圓雙熊 台積電和聯電 這整台積電七萬都跌著一套糊塗 要買對股才有可以賺 股民好五感台股早盤 雖然創下13031的新高 但是盤中台積電聯電漲勢收斂 大盤激烈震盪 高低點價差逼近500點 中廠甚至還翻黑下跌一點 收在12586點 成交量3432億 創下史上最大量 在K線的形態叫做爆量的一個巨量長黑 所以說我認為很多的一個全值股 可能會稍微的一個陷入大的一個震盪 目前法輪圈當然還在熱頭上 所以說包括這個8月15號之前的一個半年爆 其實還有台灣股市再創新高的一個機會 台積電聯電依舊扮演領頭羊 但漲停鎖不住 最後漲幅在2%左右 而跌升的生計股雖然盤中傳出又新增 5例境外移入個案 一度有買盤點火 但指標股天國一揮收盤還是跌停作收 一個台股兩個世界網友用經典廣告 酷手表示台股創新高 但沒有抱對股票就是沒有感覺 也是散戶朋友們近期的心聲 東森台新聞 李萌珊劉子騰台北報導 好看完今天真的是台股紅感覺 真的上衝下衝 整個心臟走路這樣撞得住 就是你還要堆心肝 昨天在這裡回行看說 台積電出清賣光光 你今天就給我少賺了一根台積電的掌停板 是啊 每次都領先法輪做動作 沒有想到今天法人 還有機會賺我便宜 原則上是沒有算錯 為什麼 因為今天三大法人 都在賣鈔了 可是你少賺了一根 我可能只有賺80%的命 沒有辦法賺到90% 是 從319股災到現在 是的 四個多月 對 我認為今天的一個台灣股市 大家很煩惱的原因是因為量能 是歷史的一個天量 3439億 但是今天也歷史的一個天價 來到了13000點 對 從上萬點 大家就很害怕已經多漲了3000點 所以說未來會怎麼走 其實整個的一個盤勢的發展 我在昨天已經跟各位 特別的一個強調 台積電的一個漲停 有可能是煙霧 但因為昨天超過1500家是下跌的 今天又出現這個現象 各位 但是昨天外資有追進台積電 買了72億 只不過剛剛的一個盤後消息出來了 外資法昨天買進的倒出來了 他今天賣超73億 三大法人合計賣超百億以上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以整體的一個盤勢 今天上下震盪的一個500點 其實讓各位看清楚 後面可能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你還是要走真正產業面 會比較安全一點 阿實像昨天大家看盤都在談論台積電 談論聯發科 我們就來問一個數字說台積電 昨天投資人就看到說有3000多張的融資 我們現在來買手刀來買 晚一步就心急七上八下 好像晚一步我都坐不住 阿實今天要告訴大家 已經不要糾結在台積電有沒有買到手 居然要來告訴我們的是 外資派對不會一下子結束 現在要看的已經不是台積電了 那我們看誰啊 好的 其實剛剛俊相哥講得很好 因為整體的一個什麼 一個台積電整個的一個走勢 我們可以來看到 也就是說昨天的一個 融資增加了3000多張 那今天的一個台積電 你還是有可能賣在漲停板 但是如果你今天還是沒賣的話 你內心一定七上八下 因為出現了一個巨量的一個長黑 這就是我跟各位說的 我們操作法人的操盤者 都習慣賣在漲停板的台積電 像今天的話就一瞬間而已 你沒賣掉可能 你的一個內心就很恐慌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說台積電 它現階段是充分的一個反應 明後年的一個獲利了 因為大家認為 後年的台積電是可以看到 EPS23塊 如果以合理的一個本益 比20倍來推的話 其實剛剛好落在460塊 而今天的一個台積電的高點 漲停板就是466.5 所以說這一點大家要特別留意 那大家問一下這一根現在就變成 是高檔大量又收黑 如果我今天還沒有來得及出拖 或把它賣在高點的話 明天我要怎麼樣來操作台積電 其實我認為你今天考量到的是 昨天追價了3000多張的一個融資 但是有人買台積電 不是用融資買的 它一樣是長線的一個佈局 所以我們認為說短線上台積電 當然有可能一次的一個 來到舊定位 後面可能會橫盤的一個震盪的洗盤 但是也不見得能夠下殺到多少 因為畢竟台積已經走出 不一樣的一個路了 所以說我個人是覺得說 整體的一個什麼 一個台積電的一個動能 其實大家並沒有要做一個 轉空的一個疑慮 因為昨天的ADR已經漲了12% 它今天漲停都鎖不住了 包括昨天漲了16%的一個聯電ADR 今天只剩下漲2%而已 所以說有時候利多都已經充分反應了 因為我們看到昨天的ADR它漲了12% 預告了今天台積電的漲勢 我們以為它可以鎖到 像昨天一樣的堅固 結果它沒鎖住 今天晚上美股會怎麼走 其實今天晚上美股 依照目前的一個盤後的一個電子盤 來說的話 有稍微的一個開始平盤震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其實要講到美國總統大選 距離今天來說剩下99天 目前美元的一個指數一直在往下跌 現階段市場已經傳出來 美元從跌破94塊 94的一個所謂的一個 匯率的一個指數位置之後 可能會往下跌到88 甚至於說有可能會下殺到80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造成美國股市的一個壓力 這也是為什麼 我在近期幫各位 來做一個考量到的 就是因為美國進行一個 超級財報週 如果利多不漲的話 你要特別小心 包括這個網飛 包括IBM 包括這個德宜 包括特斯拉 其實上禮拜漲勢都不好 因為通通都是開高走低 所以說這禮拜這個超級財報週 都壓在這個禮拜五晚上 我們會反映到禮拜六 大家禮拜六看晨報的時候 可能稍微的一個信心 包括這個心臟要加強一下 看看美股的一個反應 那當然最重要 對台灣影響最深的 還是蘋果 蘋果 蘋果 今天蘋果有新一期 也就是說新的一個訊號出來了 也就是說iPhone 12 現在市場已經傳出來 是9月8號會出來 而且包括5G手機通通出來 包括蘋果的一個Apple的Glass 這個眼鏡也會推出來 但是重點是 它的一個Slicon的一個晶片的Mac 這個桌上型 大家認為市場上的一個法人 認為是10月27號會推出來 所以蘋果近期的一個漲勢 對於其他的一個個股來說的話 蘋果會比較健康一點 所以今天晚上還是要來看一下 蘋果的一個利多 會不會持續的一個往上推 那當然其實整個的一個法人認為 就算5G手機出來 其實蘋果第四季的一個營收 還是會往下滑7%左右 所以就看看市場會怎麼解讀 阿神來跟我們講講看 因為今天早上我們注意到 新台幣很強 就是外資一直進來 也就是說市場不缺錢 那這些都會是推升下一波 台股指數的熱帶氣旋 那你剛剛講到了 蘋果它有話題 簽回來台灣的話 那個影響層面就大了 也就是說回到台灣的話 我們今天都有講說 不要再糾結台積電有沒有買到了 連你都賣掉了 那如果我今天沒跟上台積電 那熱錢又沒走 那我要去看誰呢 其實以整體的一個盤勢的 一個規劃來說的話 蘋果的確是台灣股市持續 衝高的一個最大的一個推手 因為蘋果的一個相關的一個電子股 帶動的是44%的一個電子股 所以如果蘋果的一個個股 因為現階段外資系統 還是在調高蘋果的一個目標價 其實對台灣來說的話 真的都是有受益的 所以說就算短線上 因為今天的一個巨量 來做一個震盪的一個洗盤 其實後市還是一個多方的一個架構 大家不用太害怕 那包括像聯發科 今年股價也是持續的一個 向上來做一個走揚 今年已經來到了763塊 我之前已經講過 91年4月2號 聯發科的高點是783塊 今年是聯發科的一個 大的一個轉機的一個 爆發力的一個一年 剩下20塊就能夠創歷史新高了 所以說就算台積電震盪 其實聯發科搞不好 也能夠逆勢的一個竄起 那當然我在近期 也跟各位講得很明白 整體來說的話 還是要看第三季 因為法人還是留在台灣 尤其現階段美元指數的一個下滑 所謂的市場的一個油資 在整個的一個什麼 一個台灣股市這邊 尤其今天新台幣 已經升破了29.3 已經來到了29.225 已經要來踹這一個 107年1月25號 29.035 這一個所謂的一個高標 那我個人會覺得傾向於 因為央行已經算失守了 所以可能新台幣 還是會一下子的一個往前衝 所以外資的一個熱情會停滯在哪裡 我特別幫各位準備了 這一個所謂營收 法人預估能夠創新高的一個個股 今天的一個第一檔個股 就是4927的一個泰鼎 它也是尾盤來拉上來 短線上守住均線的一個強勢 而且法人認為他的一個第三季 他的一個營收 渴望激增17.9% 包括他的一個營收 渴望寫下歷史新高 所以說這一些個股 尤其又是當紅的一個PCB的 一個什麼一個族群的一個 示範的一個代表股 所以說後世來留意 這個今天收在多少錢 今天收在82塊 82塊 對 今天收在82塊 等到我們說台積電買不到 買不到 我們來去找Q3的機油股的話 這個比較好入合 因為這個會比較適合法人進出 一張八萬塊 是 對 然後再來的話 今天還搶得 漲得更多的是豪展 它是賣俄溫槍的生技股 它是4735 它也是法人預估第三季 推估能夠這個 繼成長71%的個股 而且同步有可能 營收會寫下歷史新高 所以今天 它的一個股價 在整理了一個月之後 在大盤震盪500點 它也是逆勢來收出一個長紅 而且是一紅吃二黑 所以說像這些個股 我也都事先幫各位準備好了 阿Sir 講到生技股 我們看到今天 這是一個台股兩個世界 只有半導體股 一家烤肉萬家鄉 其他傳產 金融 生技股 都賺順順 可是你今天幫我們推展 建議的這一檔生技股豪展 它做夢跟有基本面的題材 再跟我們來強調一次 其實生技股我很關心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都想要做夢 但是其實法人不會做夢 法人要的是實在的一個營收 所以說像生技股 這個龍噴不織布的一個 恆大跟南六 他們每一個月就可以賺三四塊 你看股價再怎麼跌 也跌不去哪裡 不要說一些 所謂接近天國的一個股票 比方來說像這些疫苗股 想像空間太大了 然後又拿不出實體的一個營收 所以法人不會來進場來做一個買進 像我在這邊跟各位講的 這個豪展它本身的一個營收 就能夠出現一個具體的一個數字 所以說法人才會比較做一個認同 來做一個買進 那這是指整個的一個生技股 那再來的話則是利基 利基是這個IC設計去美化的一個受益股 同樣的第三季 法人預估它可以激增28% 而且可以寫下歷史新高 因為它6月的一個 5月6月都已經創下歷史新高了 第三季一樣會往上來做一個突破 那趁著這一天 也就是說昨天的一個股價創新高 今天也是拉 我講到今天打到這個跌停板 這非常好 所以說低階的一個好時機 你也要等它整個的一個量能 來做一個萎縮之後 應該就是法人進場的一個時間點 我覺得如果一般的 你說這個8萬塊也許 我們一般的散戶朋友 大家買比較會累 這個時間一直到我等Q3的成績 出來之前我們能做什麼 其實在整個的一個Q3的一個 所謂成績單繳出來之前 目前8月15號還有一個半年報 對 我在這邊跟各位講的這三檔個股 其實半年報的一個數字 也非常非常的一個漂亮 但是其實股價不會反映過去 股價都是反映未來 所以說我才會跟各位說 現階段的一個股市 已經來到一萬三千點了 後面還要持續的一個走上去 法人的錢還是留在台灣市場 今天縱使賣超了一個台積電 一個年電 他的錢也是要明天找新的標的 來做一個買進 所以說我才會跟各位講 放租整個的一個8月9月 有什麼好的一個個股 其實我早就幫各位 都已經提前的一個準備好了 華為真的是越冷越開花了 沒有嗎 它是確定的 我們看到第二季華為交出成績單 嚇死人的好 在大陸市場兩隻就有一隻是華為 那庫克級 一腳被踹到更下一階 視聰要來告訴我們 他居然密謀了一個復仇者聯盟 他的最重要基地居然在台灣 沒錯 實際上庫克想要藉由台灣的力量 左打華為 右打三星 為什麼這樣說 你可以看到這是第二季的 中國大陸的手機品牌的出貨 前五大 你看第一名的華為46 再來是Vivo Oppo 然後再來是蘋果 小米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單以互相競爭來說的話 第一名華為 幾乎兩隻手機就有一隻是華為賣出來 而且你要知道 事實上今年中國大陸進入所謂5G的世代裡面 它5G裡面的手機的販售比重 高達6成左右 它手機5G市占率也是最高的 那當然看在庫克的眼裡來說 糟糕 我那中國大陸居然輸給這個華為這麼多 好 那為什麼這樣 那不用講 因為華為受到美國的打壓 中國大陸民眾一定是愛國心大噴發 所以他們一定是買華為 那這個不用講 可是如果我們用全球的眼光來看的話 全球如果以排名來說的話 第一名是三星 第二名是華為 第三名是蘋果 也就是說全球還有一個三星 那我要左打三星 右打華為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一次我們媒體就報導 蘋果跟台積電 還有我們台灣的國內相關業者 在一個神秘的五十一區準備要研發 下個世代能夠踢倒華為跟三星的神秘產品 台灣的神秘五十一區 在庫克眼中組了這個東西 還是台積電好好告訴我們 五十一區在哪裡 然後在這裡我們有什麼樣的秘密武器 讓庫克選中台灣 這一次蘋果在選址的時候 非常有意思 它還入境水準 我們中國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都很重視風水 所以你看它用武漢8 你看它所在場子的位置叫 龍園8路的88號或是龍園10路的55號 他怎麼也信這種一路發的這種概念 當然信 信58這個號 你可以看到它自己 它前幾年不是還發了一個紅色 為了什麼 討好中國大陸的客戶 所以其實它能夠融入 當地的風水跟民情 那為什麼說是五十一區 五十一區表示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對 沒有錯 它這五十一區 這個蘋果的公司 旁邊連結的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它這個有最先進的封測廠 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在走台積電 沒多遠再走過去的話 友達在這個地方 然後蘋果在往這個北走的話 這邊的地方 晶圓電也有晶電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四家公司 就組成一個非常神秘的五十一區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像你仔細看 這個五十一區這個地方來說的話 可以說所有研發的 都跟顯示器相關 好 我們就來看到 這基本上就是一個 復仇者聯盟軍團的概念 你看這個LED這個是顯示器 然後 MicroLED 然後這個地方又是一個封測 他們最後終端的所謂的 絕殺武器會是什麼呢 對 也就是說他們目前在研發 下個世代的神秘武器 我們知道說目前 三星他用的就是OLED的面板 OLED的面板是相當好 但是對庫克來講的話 他永遠一個想要擺脫掉 三星的這個牽制 我OLED只能跟三星買 只能跟中國大陸的京東方買 那有一天萬一他們對我痛下毒手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要掌握我自己的產品 所以既然說是神秘51區 那麼在這個圓區就連五棟 這五棟就是B3 然後上面有五層 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不就是生人物盡 你沒辦法靠近雷池一步 居然你知道嗎 它這個裡面除了要保密之外 還要抗震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東西 這些精密的東西 萬一台灣就那麼多地震 昨天才規模6.1 經不起一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當地 他所有蓋的東西 都是請了一家 這是銀眼糧的公司 就是潤紅精密做的 它這個精密 它做得非常快 你想說那個精密的廠房 一定要蓋很久 沒有 它12個月就蓋好 那為什麼12個月就蓋好 他們現在用所謂的預住法 精密預住法 什麼叫精密預住法 就把大樓的所有的組件 好像積木一樣 用堆的 我可能在那個地方 就先把大樓的這個基座就做好 然後整個基座都做好 弄到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組裝起來非常快 人家永壽 對 組裝 所以用組裝的方式 所以它整個是工廠期的時候 就縮短了30% 我們知道當然要趕快蓋好 因為就蘋果來說 我要搶佔商機 所以就快速的用這樣 就把它蓋好 除了這個快速還有抗震之外 我們剛才講到關鍵字 51區 為什麼要叫做神秘的51區 就像 因為神秘的51 到目前為止 還有很多神秘的東西 大家不知道 這裡也是嗎 對 因為它保密 相當相當的嚴格 我們就講 它是用所謂美國FBI等級的狀況 事實上我們東森財經 我們相當人也 曾經有要去那個廠房拍 就像你知道什麼樣嗎 你一去的時候 你看 現在馬上外面就有人開始在拍你了 他要收證 而且是怎樣 你看 一個人拍 然後你經過的時候 他覺得你這個很神秘的時候 他就說不要 你看外面還有人拍 他們躲在鳳梨 對 他們全面都在監控你 看你是要來這邊幹什麼 如果你是一般的 非我們相關的人士 他會把你驅趕走 就是這樣 甚至還有一家媒體 先拍了照片之後 就像你知道怎麼樣嗎 怎麼了 他們人跑出來要求你把照片刪掉 所以他們那個地方要求的相當相當嚴格 我們剛才講到說 其實那邊有很多公司對不對 很多公司在那個地方 他們有一個非常嚴格 就是如果你工程師 誤闖到任何禁區的時候 你要被罰這個牌子 你要舉一個牌子 就是說違反相關的資安規定 等一下 我都是這個園區的高級工程人員 我不能夠串門子 你黃世聰屬於黃區 我徐俊相藍區 我就不能到黃區去找你 當然不行 他們那種所謂分工的方式是說 譬如說我有一個 我工程在做對不對 你只能跟你的上線報告 跟你的下線報告 你不能跟其他人報告 你有沒有覺得 他這樣子有一點點 也是防止他們把秘密外洩 這就是情報員的做法 情報員都是你只能跟上面做法 然後你出事的時候 國家一概不承認 他不只防我 他也防這個工程師 這樣才能夠做到 百分之百防碟的這個狀況 保密防碟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整個做得非常嚴格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會這個 你有違反資安的時候 要帶個牌子懲戒 好 那我們講說到底台積電 或是相關廠房 到底多嚴格 第一個 你進去的話 你大概沒辦法帶你的手機進去 你其實在裡面來說的話 你要把你的手機 凡是有照相功能的手機 你都要再放在廠房外面 然後你要換成他們公司的手機 他們公司的手機 就只能夠在他們公司內網使用 所以你打到任何東西 公司完全都知道 而且你知道嗎 他們公司的這個無程式裡面 還有RFID RFID就是說 我裡面簽一個RFID 假如我穿著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無程式的服裝 我想要跑到哪裡去的時候 你跑到不是屬於你的地方的時候 就會有人出來 RFID不是我們一般在貨架上 掃貨在用的那種雷射識別 沒錯 我變成了其中的一個一個一個物件 對 那人家就掃到你 說徐進向你是不能夠進 你是A區的人 你不能夠進到B區 馬上就會有人說 你不能夠進到這裡面來 如果你違反相論規定 不好意思 你去舉這個資安排 那除了這個之外 就像你知道 他們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他們的紙張裡面來說 你想說那我就去印資料 然後就帶出廠 沒辦法帶出廠 他們的紙張裡面來說 台積電有在裡面埋了一個 非常神祕的金屬線 那個金屬線是你看不太出來的 但是你只要帶著那個 譬如說我在裡面印了一個神祕資料 我帶出去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一經過金屬探照門的時候 你馬上就會發現了 所以他們整個都做得非常嚴格 另外一個 我剛才講到 不是有四家公司在這個地方嗎 我們剛才講到說 包括說晶電 蘋果 台積電 還有友達 還有另外一家普瑞KY也在這裡面 他們要負責 就是這五家公司 是神祕51區裡面的五家供應商 他們簽了一個叫 五方保密協定 也就是說你不只要對我自己負責 你還要對這五方都全部負責 負連帶的責任 你損失會相當相當大 所以你就知道說事實上他們這一次 為了要做這個 下一個世代的mini-LED 跟micro-LED來說的話 蘋果 台積電或是相關的廠商 真的都費了非常大的功夫 好 失蹤給我們看到的這個是 庫克發起的復仇者聯盟 而我們回到日常生活 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已經變成一部分的 當然就是超商 變成生活圈人際網絡的一部分 今天加菲要來告訴我們 一個爆炸新的新聞 大家想說 Seven要跟Fu Panda合作了 強強聯手好棒棒 不 我們要告訴大家 這個好棒棒的背後 居然是前所未見 殺到見骨的超商 大哥跟二哥的廝殺戰 因為現在小七一直都說被 是超商的龍頭 他穩坐大哥的寶座 對 但是他眼看著 這第二名的 已經開始用跑的了 你說全家嗎 對 全家已經開始衝刺了 所以他現在直指的 就是要那個寶座的位置 小七當然會很擔心 所以現在兩方已經開始 廝殺戰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Seven他看到了一個數字 他看到的是我們今年上半年的營收 我們都一樣碰到了疫情 都碰到了民眾不出門不消費 但是你看 Seven的話他是自己年營收 半年的營收 今年上半年少了0.4% 他衰退 對 他衰退了 但是我們來看看全家 他不減反增 他增加了8.39% 對 所以你看一個萬一一直減 一個一直加 難保全家不會變成坐上 老大哥的位置 所以你不要看這個藍色的這一塊 373億 遠遠落後在小七的一大票 他心不安了 為什麼 全家手刀在追趕 全家的店面是比Seven來得少的 但是他透過了手機 透過了網路 他打網路站的話 就沒有實體店面的問題了 所以他才能夠贏在起跑點 另外他深入經營 當人家都還沒有用手機 去經營APP會員的時候 全家就先打了APP的會員 去綁定 到現在為止 一千兩百萬什麼數字 全台灣兩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是全家的會員了 他用這個APP 他可以用精準的去行銷 就像是你綁定會員之後 你是很長的上班族 我就給你咖啡加早餐的優惠 精準的投地 可以提高他的消費意願 就營收一直來 一千兩百萬什麼概念 一半台灣的人口 兩千三百萬除以二 已經都被他圈粉了 對啊 所以一半的人 都在吃全家的東西 那問題是 對 我加了你的APP 我不一定會去你那裡買 那你得餵給我甜頭 我才會乖乖的上你的門 他用什麼方法讓大家死 死心塌地的跟著他 好 因為很多人都說去超商 我就要去買咖啡 買咖啡有買一送一的優惠 但是買一送一 很重要的一點是你要可以祭杯 所以很多人當初推出來的時候 都是給你一張紙 上面寫一個欠一杯 欠兩杯 對 那張紙要收好 那張紙要是不欠了 你的咖啡就沒了 但是它不一樣 它可以在手機裡面去祭杯 然後你可以去別間店 取你的咖啡 所以你沒有壓力 你不用擔心那個小白單會不見 當你的對手 還在紙上祭杯的時候 他早就已經把你記錄在APP上面了 對 而且這還沒有完 當人家都還沒有看到這個商機的時候 全家已經看到了 在數位戰裡頭要打的是反應一定要快 台灣在4月16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大事 新聞媒體都在報導 這是我們當初去宣佈 疾管會開了這樣 疾管署開了一個記者會 台灣零確診 多開心的消息 兩個小時之後全家就發出了這樣一個消息 而且打出了優惠 第二杯零元 因為零確診 很會 加零的那一天 他也讓你咖啡加零 沒錯 很會 而且數位行銷有多快速 他在他的粉絲團 他在他的APP 他在他的LINE推播 全部大放送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所謂的數位支付APP 是年輕人在玩的 他就有辦法圈這一千兩百萬 那我會弄笑人 我告訴你 有相當程度是那種 比較退休族或者是婆媽 他怎麼去牽婆媽的心 沒錯 因為婆婆媽媽最愛他的一個點就是 因為他裡面有很多的加盟組 很多的店長 店長我就來弄一個LINE的群組 俊翔哥 你是我們家附近的消費者對不對 要不要加我們裡面的LINE群組 要不要加 我告訴你 加進去有什麼好處你知道 有什麼好處 我要是有一些快到期的 一兩個禮拜快到期 集體品 我便宜的賣給你 集體品就是還能吃 但是他打折賣 對 我很便宜很便宜賣給你 或者是現在網路上有團購很夯的 那個伴手禮 你不用排隊 我什麼時候開賣 我第一時間告訴你 要不要加 所以用這個給你拔 所以店長他就變成開團了 的概念了 對 沒有錯 這個很棒 這個很加一有團購架 就是全家這個概念出來的 對 所以他也是圈了非常多的 婆婆媽媽的粉 而且不只是 這個為什麼可以雙贏 因為我的老闆 我的店家業者 我可以很快的把我的單 全部都出出去 商品都出出去 然後消費者可以買到很便宜的商品 這是他的一個 另外一個區域的戰術 你看 數位戰 社區戰 他戰戰 所向皆節 你來看看 這個每一個訊息 都是會讓一些婆媽心動的 對不對 對 這邊還給你告訴你說 你可以用最便宜的價格 原價241 233就給你買得到 其實剛剛差8塊 我們也手刀跑去買 有 我要排隊 這個也是 這個也告訴你說 110 1301就讓你買到超便宜的機器品 你怎麼會不心動 對啊 而且這個數位戰 還有這個區域戰 背後其實都有一個很聰明的頭腦 這個頭腦出自一個滿頭 現在是滿頭白髮的阿伯 誰 一個阿伯 對 為什麼說他是阿伯 因為他是我們全家的董事長 這個董事長 這個阿伯 葉蓉婷董事長 葉蓉婷董事長 不要看他現在已經滿頭白髮了 他在32年前剛退伍的時候 他就進到全家去工作 為什麼挑全家 因為當時剛退伍 口袋沒什麼錢 我要工作我要先找飯吃 當初開出來的薪水 一個月大概是15K左右 這個很可怕 15K看到全家的董事長 對 15K然後翻身翻身 翻到董事長 讓全家近五年來的EPS 一路再成長 從2016年的6.17塊 到去年為止是8.2塊 這是什麼概念 因為創下了全家EPS的新高紀錄 嘉芬你看到了 全家現在是手刀在追趕 那個增速多可怕 那霸主小七怎麼辦 他不急嗎 他難道一點都沒有準備嗎 當然很緊張 看到人家一直在增加 然後我們的年齡收 上半年一直開始往下降了 當然會開始要 人家在跑了 我至少也要手刀 開始跟人家一樣的速度 所以現在小七開始推出了 180天的追敵大忌 好 你全家有APP綁定會員 是不是 我也有 我也可以推行動 隨時取得這樣的APP 我也可以咖啡機杯 我也可以跨電鈴 再來是他比全家 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推出了這個紙本的優惠 你不用帶手機 你不用是會員 你只要拿了這張優惠券 你就可以享受買一送一 飲料也可以 麵包也可以 或者是推出3杯咖啡100塊錢 這個你不用是他們家的會員 你也可以享有優惠 所以這個就跟全家做出區隔了 另外是他直接殺手劍 大絕招拿出來了 他推出綁定特定的支付工具 他在假日的時候給你買什麼 我都幫你打9折 一到五我幫你打95折 他犧牲自己的利潤 然後去換取更多的市占率 一個全本的動作 觀眾朋友 現在的黃金有多熱 廟裡的觀音跟媽祖最知道 你不信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 這個是蘆洲永蓮寺的黃金觀音 你來看這一尊 這一尊 他2016年的時候 當時的金價14200 身價已經有4.2億 然後才隔了4年 現在金價飆到了將近7000塊錢 身價立刻就翻倍 來到了6.99億 一下子才短短4年 就增加了2.79億 共共3億 再來看到的是 鎮蘭宮的黃金媽祖 也是法力無編 他的身價你可以看到 從2003年 當時都很便宜 1千1千7 1.2億 一下子來到了2020年 再過多久17年的時間 已經翻到了4.9億 媽祖跟觀音 端坐在那個地方庇佑眾生 黃金就節節漲上去 身價就節節漲上去 像這個黃金存折 近期會比較熱絡一點 因為之前買黃金的話 這個並沒有這個銀行的黃金存折 但黃金存折的一個成本很簡單 開戶只要100塊 除了你用美元來換匯之外 要有一個成本 其實它持有的一個成本是零 但是獲利 你後面要數回的話 還是要扣稅 另外則是近期比較熱絡的 就是台股的黃金ETF 跟美股的黃金ETF 這個在去年都成長了4倍以上 今年第一季 這個市場已經成長了596% 接近6倍 但是因為這兩個的一個ETF 必須要收這個管理費 所以說以短線上來說的話 它的一個持有成本 也比較高一點 但是在於整個的一個 實體的一個金氏 其實是免稅了 跟實體金條一樣 只不過在實體的一個金氏方面 它必須要有設計費 但是金條的話 金塊就不用了 你就拿回家去傳子傳孫 黃金越來越熱 你觀察到什麼 真的有越多人來詢問嗎 有人在黃金馬車在飆的時候 真的有賺到錢 其實就是 觀望的部分還是有一部分 那還有一些人 他是長輩會留一些黃金給他 那他就會一直拿來問 有沒有在漲 有沒有在漲 趁高出拖 對 將近有百分之增加 比疫情之前增加 百分之十到二十的人 一直在問 對 關注 對 有沒有人在 因為黃金就在疫情開始發燒 油價開始跌的時候 專家都說可以進場 共那共耳邊封 我們真的會去操作黃金的 其實那很專業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的客人裡面有沒有人 就從三月十九到現在 短短幾個月 點不點 探 探 你知道 好 我這樣跟你說好了 我有一個客人 他其實他們是做那個 就是電子電路板的 那電子電路板 你知道裡面就是有那種黃金的 在做他們的材料 把它拉成像頭髮一樣 比頭髮還要再細 所以他非常敏感 從去年九月份 十月份 那個黃金就開始慢慢漲 從五千 五千二 五千五 他就一直進場 進場 那他比較聰明的是 他都是以兩來買的 對 五兩 十兩這樣子去買 對 一兩是十錢對不對 對 然後一次買的話 就是五十萬 對 五十萬 差不多 董娘 五十萬應該是零錢而已 就這樣慢慢掃貨 對 慢慢掃 將近他應該有到 掃到四十兩的樣子 對 對 如果跟今天比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至少賺 如果他今天出手的話 至少是賺到五十萬台幣 天啊 他從什麼時候開始掃貨 他從去年九月 十月開始 然後到疫情之後 疫情 還在繼續 還在繼續 從三月 因為疫情是在 疫情是在大概二月份 開始大爆發 那個時候大概是五千五左右 問題是就是說 來買 我去買就賣對不對 今天在現場來跟我們講講看 那個黃金真假 其實一個美角而已 只有一個美角對不對 對 其實黃金的 我們還是去看它的顏色 然後首先再去 然後再來就顛它的分量 對 對 然後 我就放口袋 不是 不是 然後你再來顛一下這個 這個很輕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有 合金的成分 它就是 它只是度 百分百 對 它就是表面是 度了一層金而已 我怎麼變真假 好 那我燒給你看馬上 用燒的 對 用燒的 鎮金不怕火鍛對不對 鎮金不怕火鍛 對 好 用噴槍 對 好 這個是假的對不對 對 好 好 來 我們在燒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就會慢慢變成 對 它融掉了 融掉了 對 它融掉了 這假的對不對 對 好 它融成一個球 對 好 好 這是假的對不對 對 OK 所以你看它沒有辦法去 整合在一起 沒辦法 對 如果是它沒有融掉的時候 它其實 而且你沒有聞到很難聞的味道 很臭 對 很臭的味道 對 所以你看它變成 這一顆是真的黃金 它沒有 全部是黑 它已經變黑了 對 好 那我現場就再來燒一個 真的黃金 對 OK 所以你就很快 很快就會知道說 對 很快就會知道說是 你燒真的黃金 這一顆是真的 這麼貴 這個是真的 馬老師都捨不得了 這一盤都是我在 客人跟我回收過來的 對 其實我們有些都會把它融掉 再去做新的款式 來 它會慢慢變成黃金水 真的變水了 對 變成黃金水 好 關鍵在於這裡 我們去看到它的顏色 是不是它還是一個 它還是黃金的顏色 跟這個比 它馬上就有很大的區別 你這個已經照灰搭黑色了 對 而且你看這個還是 它還是黃金色 對 它還是黃金色 是 對 好 所以今天真金不爆火鍊 這句話是真的 對 一把火它立刻就看得出來 你不要隨便試 今天是專家試給我們看 那最後我幫觀眾朋友問一個問題 那今天你的董娘朋友 人家就是抱回家 就這樣子喘緊口氣 就賺了50萬 對 因為他要買給他的孫子 買給他的金孫 這樣子 有缺 有缺缺兒子嗎 現在就是說 現在觀眾朋友問就是說 金價今天快要直接扣關2000 每盎司 但有人還喊到了4000 我不知道喊真的很假的 你實際在業界看 這一波多頭 還要繼續走嗎 如果說喊到4000美金 1盎司其實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時間 可能我們看個5年或10年 等不了那麼久 但是以現在近期的來講的話 像看2000美金是沒有問題 我們常講一句話說 你真的很機車 今天我們就要問政府 你怎麼那麼機車 加分來告訴我們 全台灣機車族 想罵2000萬人 政府居然跟2000萬人對坐 你明明答應我 貨物稅要減免 現在告訴我維持原樣 要減又不減 那個美在哪裡 網路上一片寮園都在罵 對 沒有錯 而且在短時間之內 有一個網頁被灌爆了 那個網頁就是財政部的粉絲團 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 湧進了2000多則的留言 還有超多的分享 而且現在還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因為這個議題不斷不斷在發酵 外界都在講 應該要取消貨物稅才對 而且連行政院長蘇貞昌都說了 要減免或者是取消 但是裡面有一個小編 非常可愛的Q版的部長出來了 然後上面寫說 外界說機車不是奢侈品 應該取消貨物稅 這個不對 那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他機車課貨物稅 不是這個什麼奢侈品的原因 不是 好 那你要告訴我 是什麼原因 讓我繳得心甘情願 好 話講到這個地方 我就用一句更直白的形容 讓大家進入狀況 我們在買自動車 每一台新的自動車 都要附贈17%的貨物稅 其實你買新的摩托車 你已經付給政府貨物稅了 如果政府說 我們考慮要把貨物稅減免 你買摩托車 你就可以少掉17% 多甜 那對大家來講是好棒棒的事 現在告訴你 對不起 17%繼續留著 難怪大家這麼生氣 對啊 所以機車族 現在都在跳腳 都在罵說 你為什麼不取消呢 財政部就很 他就很佛心 他就發了很多的Q版的 這樣的一個貼圖告訴你 他要解釋很多的原因 首先他告訴你說 為什麼要去課這個機車的貨物稅 因為他是移動污染源 這五個大字 哇 一下子又讓本來 已經很生氣的網友 又更加的生氣了 你說機車是移動污染源 所以你課我貨物稅 那這怎麼這麼奇怪呢 污染源 那不是環保署嗎 乍看之下還以為是環保署貼的貼文 不是 是財政部貼的貼文 管得比海還要寬就是了 很奇怪 所以網友覺得太奇怪了 而且裡面還有一個 非常要注意的是 他說機車是台灣境內 這個PM2.5濃度最高的 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你有空污 所以我要課你的 這樣的一個貨物稅 好 那我們就來看 你要課我貨物稅 那你要怎麼課 你的比例在哪裡 很奇怪 他的條文裡面就寫了 如果你是汽車2000cc的話 課你25% 如果你是2000cc以上 那我課30% 合理嗎 你說污染 那你當然排氣量越多 你車子越來越大 課越多嘛 好 那你機車課17% 就是剛剛提到的17%的貨物稅 也合理嘛 機車那比汽車還要少 那OK啊 但是其中有一個最奇怪的地方 貨車 大課車 其他車輛課15% 等一下 你告訴我說 因為基於污染空氣 所以我要你負擔貨物稅 可以啊 你這頭拉股 你不是污染更嚴重 這都是以鈍去算的 是不是 對啊 那你怎麼可能只有15% 所以現在比例被大家質疑了 你要告訴我 你的課罪的比例 到底是怎麼算出來的 請你跟民眾說清楚 不然我們被課得不明不白的 再來看看大家覺得 不能接受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你已經課我貨物稅 你說空污了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在騎兜拜 我們在加油的時候 其實政府已經跟我們收了空污費了 你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92或95 我油牆一進去的時候 第一滴油下去的時候 你已經負擔了空污費 你已經在六歲了 那你頭羊到底要扒我幾層皮 我這裡我已經針對空污 我已經負擔了 而且你看這個空污費 我們又是拿環保署的公告 最公正了 我們在加油的時候 他已經水油跟你收了 汽油他就收 美工升0.3 柴油升 每公升0.4元 假設我是一個上班族 我騎機車 每個禮拜加一次油好了 115CC來說 加5公升是1.5塊 我一個月大概是 要繳6塊錢的空污費 好像沒有關係 6塊錢掉了 你也不一定會減 但是你乘以一年下來72塊 好像也還好 我們也拉吧 這個是我繳給政府的空污費 對 我們繳給政府了 已經繳了 好 你算下來 我們現在全台灣的機車 大概是2200萬輛左右 乘以72萬 政府左手已經收了空污費15億多了 再來他右手又跟你收了貨物稅了 貨物稅我們算一台車 機車大概6萬塊錢 乘以17%貨物稅 大概10200元 這就是我剛剛跟觀眾朋友說 你如果去買一部全新的機車 6萬塊的機車裡面有10200塊 其實是繳給政府的17%的貨物稅 沒錯 好 我們再乘以 比如說去年的掛牌量 大概是來到96萬兩 96萬乘以貨物稅 你看政府右手 又在拿將近百億元的貨物稅 哪能這樣子 你兩個都是以空污的名義 你跟我收錢 要嘛你收這個取消這個 要嘛收這個取消這個 你兩個都要拿 大家才會覺得氣得直跳腳 所以你看今天政府 如果17%你說到做到 因為去年你告訴老百姓說 我往減免這個空 這個叫做貨物稅來進行 那你現在就捨不得這個100億 說穿的就這樣子 然後套你一個頭說 基於環保的理由 基於空氣防治的理由 這樣說得通不 你光比例你就說不過去了 一頭羊扒兩層皮 你就說不去了 說不過去了 所以拜託出來面對 好 對 還要一定要說清楚 再來 它又有一個Q版的貼圖了 好 這一張圖又出來了 在這張圖裡面 藏了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這是什麼呢 這是他告訴你 我們要防空污間產業轉型 所以我鼓勵你 你們有舊的摩托車的 全部拿來換新的機車 我貨物稅給你少4000塊錢 給你優惠4000塊錢 我是不是應該要謝謝他 投心 對我這麼好 但是你知道嗎 他這4000塊 是從你繳出來的那個貨物稅 我再拿一點點出來還給你 不是一樣意思嗎 我繳了這樣子 17%該繳你要繳 但是我再少你4000塊 對 沒有錯 那不是都是我繳的錢嗎 那你如果把貨物稅取消了 我根本連這一萬多 我都不用繳 我還去拿你這4000塊幹嘛呢 我就跟你講 騎機車兩千萬部就兩千萬人 那今天政府的這一則 這個所謂的財政部說 17%我們要維持 你是跟這些機車族對坐 你如果從來都沒有承諾 你沒有說要往那邊修法 大家不會期待 心也不會痛 痛在哪裡 你怎麼知道台灣看一台自動車 比歐洲同款的還要貴 貴在哪 就貴在這個17% 對 沒有錯 好 一台機車我們給他算 現在大概8萬塊錢好了 很貴 很貴 扣掉如果其中的這個貨物稅 我們拿掉 我們取消了就是13000 我一台機車變6萬多 很多 會不會提高購買意願 會 會 門檻變低了 對 所以你取消貨物稅 你才是提高民眾的換車意願 怎麼是去減少那4000塊的優惠 好 再來了 現在大家都發現說 機車真的是越賣越貴 貴什麼什麼 但是大家有發現嗎 這機車的性能也好 功能也好 傳統的機車來講 其實改變的幅度說真的 實在是沒有到非常非常的 有什麼卓越性的發展 但是價格就是翻倍翻倍在跳 為什麼 其實有一個法規 在影響著整台機車 為什麼越賣越貴的秘密 今天通通給它曝光出來 什麼法規 貓膩有什麼 我們都知道騎機車 你每年都要去驗車 它有一個環保法規 它從很久以前的1期 2期 3期 到現在2017年是6期 明年要即將上路是7期 7期的比6期的還要再更嚴格 好 這個嚴格會發生什麼事情 裡頭有非常非常多的規範 當然7期就是越來越嚴格 對於車廠它製造摩托車的來說 我的引擎 我的排氣任何的功能 我都要越做越好 我要去符合它這個法規的功能 所以我成本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我的車價 就只會越來越貴 再加上政府要課貨物稅 所以車價隨著貨物稅 也會跟著變貴 所以整個新車在未來 它只會越賣越貴 還有一個更荒謬的事情 現在機車賣到海外去 賣到日本去 它不用課貨物稅的 賣給我們台灣人要課貨物稅 所以我去外國買台灣本土的機車 還比較便宜 觀眾朋友 這17% 17% 你說會讓空氣清新 反而更烏煙瘴氣了 兩千萬人的怒吼 晚上兜